你休想把她丢给我,两个孩子,一人一个。 李星志看到这一幕,马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 笑话,这个女儿她从小抱都没抱过,根本就没任何感情。 再说了,就把李叛帝丢给沐小草养。 看谁还会娶个带托油瓶的女人,等沐小草一个人带着女儿饭都吃不饱了,到时候就等着她后悔吧。 想到这里,李星志是坚决不可能要李叛帝的。 沐小草倒是真没想到李星志竟然如此果断地抛弃李叛帝,本来她还以为要废一番口舌的。 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打算争李叛帝的抚养权,沐小草简直是心花怒放。 行,这是你说的,村子说,各位乡亲们,你们给做个证,今天是李星志她不要我们母女的。 从今以后,我跟李叛帝和李家再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沐小草提高了声音,冲着所有人说道。 李星志冷横了一声,带着李虎就走了。 沐之君则是跟着追了过去,你们这真是胡闹。 沐小草紧锁着眉头说完后,也转身离开了。 剩下的这些看热闹的村民,有些人散了,但是还是有一些最爱嚼舌头的妇人留了下来。 他们肆无忌惮,开始大声议论了起来。 瞧着沐水家的这个姑爷,还真是无情,就这样连自己女儿都不要了。 有人打抱不平了,换作我我也不要,有儿子就行了,女儿养了早晚也是外星人,还不如现在就不要了。 我记得那个闺女好像是大的,儿子是后来生的吧,怎么看着老二比老大还要高声一头啊? 忽然,有人看了看李畔帝后,奇怪地问道。 陈向阳离开后,周水莲看到这么多人围在家门口,他平日里活多,很少有空闲时间跟这些小媳妇老娘们一起谈论家常理短。 于是,他就不自在地抱着沐小花回屋里去了。 沐水则带着姐妹俩把门框竖起来,妇女三人加上一个小跟班,自顾自地开始修理起大门来。 李畔帝一脸轻松地在旁边搭手,沐水的手衣是没得说的,门很快就被他重新修好了。 虽说几人都不大在意大家的讨论,但是听到有人提起这个, 沐小草的手还是顿了顿,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。 这老大闺女是一月份生的,老二儿子是十二月份生的,一个生在年头,一个生在年尾,这两个孩子说起来还是同一年出生的。 这儿子又是宝贝,所以养的肯定要更好一些了。 一个黑兽的女人深深秘密地说道,这生的可真秘,你怎么知道的呀? 沐小草一年也回不到两次,每次回来也是悄无声息的,尤其他嫁然后,足足三年都没回来过,大家都对他的事是一无所知。 是他大娘跟我说的,我还寻思着是假的呢,哪有人这么猴急的。 黑兽女子无嘴迟迟笑了起来。 围在一起的妇人们,也彼此露出了一副意味不明的笑来。 哗啦一声,一盆水忽然泼到了这群人的脚前,这群妇人都不由得吓了一跳,齐齐地朝后退去。 要嚼舌头,去别处嚼去,也不怕说得多了烂舌头。 沐小草拎着一个空脸盆,插着腰,冲他们吼完后,就转身哐当一声,把大门关上了。 哎哟,做得别人说不得,怪不得没人要。 黑兽女子气愤地冲着关闭的大门嚷嚷道。 算了算了,咱们走吧。 本来沐水这一家四张嘴都过不下去,这再添两张嘴,还是离远点好,免得到时候找咱们借钱借俩。 就是就是,走吧,回头看他凹什么凹。 门外的人就都散去了。 陈徐辉看了看沐水家的门,慢慢地迈着步子,也离开了。 听着门外的这些闲言醉语,沐小草反而一脸地淡然了。 他重重地松了一口气,沐秀则是有些不淡定。 沐秀本来看到李叛帝和李虎,也是觉得,怎么李虎看着比李叛帝还要高大壮士。 本以为这是李家重男轻女造成的, 结果却没想到,竟然是这个原因。 园主一直想,什么都不懂,可是沐秀却是一听就懂了。 这相当于,沐小草刚出了月子,就又怀上了老二。 这分明就是李家迫不及待的要孙子。 结果,在那群长舌妇嘴里,却依偎那么不堪的李兴志这种行为,简直就是禽兽不辱,这种人早就该离开了。 几人回到屋里,周水莲正抱着沐小花在抹眼泪。 沐水见状,上前安慰道。 孩子娘,你哭什么哭呀,这是好事。 这算什么好事,先是咱们一家被赶出来,现在小草也被破家赶出来了,只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向我咱们呢。 周水莲说着又擦了擦眼泪。 别人,别人,别人重要还是你女儿的幸福重要。 你要是向我碍眼,我现在就带着叛递走,我还不信我们娘俩能饿死在外面。 沐小草如今看到周水莲这个样子就觉得烦,自己软得扶不起来,还要让自己的孩子们跟自己一样。 她上辈子可是好好听话,结果,落得什么下场? 好了娘,我也觉得这是好事,你看李兴志那无赖样,早点撇清关系了好,免得以后被人赖上。 而且,咱们家现在生活的也不比别人差,又不是养活不了我姐跟叛递,何必非让我姐去受苦呢? 沐秀倒是好言好语地劝解着。 秀说得在理,孩子娘,以前真是委屈了你们了。 我出去这些天,看到东家那一家人,和和美美的,真是让人羡慕。 以前,我总想着爹娘不喜欢咱们,咱们就多做听爹娘的话,这样他们就喜欢咱了。 可是现在发现,竟然都是错的。 都怨我,你们跟着受苦了。 沐水深深叹了口气,脸上露出了懊悔的深情。 你也知道小草在李家都过的什么日子,要是真的心疼她,就别让她回去了。 当年把她嫁给李家,已经够对不起她了。 现在就顺着闺女,让她过过数摊日子吧。 沐小草低头沉默着,沐水的这番话也打动了朱水莲。 朱水莲止住了哭声,但拉起沐小草的手,有些后悔地说道, 小草,是娘不对,你不要怪娘了,不要怪娘了。